打開馬桶水箱蓋 裡面怎麼有瓶可樂 瓶蓋插著兩根管子 但這不是用來吸飲料 而是吸毒 到汽車旅館開毒趴 以為藏得夠隱密還是被帶 過年期間警方加強掃蕩毒品 尤其連假長達十天 開趴慶祝毒品需求量大增 不過大部分店家休息 家裡又有家人團聚 毒癮患者轉戰摩鐵來捷飲 也成了警方加強查氣的重點場所 除了加強旅館領檢之外 警方也成立了所謂的反毒通報網 邀請了社區大樓的管委會保全 還有地方林里長加入群組 一旦發現有人疑似在吸毒 他們就在群組內反映 第一時間通報警方 新北市警方以查氣旅館為主 台北市警方則鎖定 KTV夜店等娛樂場所 東西拿出來 我知道這什麼拿出來 新一區街頭警方聞到異味 一群年輕人喝酒狂歡 被查出身上藏有K他命 大拉拉就在路邊 吸食 部分夜店年節照常營業 轄區信義分局 凌晨十二點到上午六點 在夜店周邊加派警力巡守 半夜三點後夜店散場時間 也會實施封鎖性入檢 不只抓毒品 也防治各類犯罪行為 春節期間治安不打烊 想吸毒狂歡 警方讓你嗨不起來